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咱们第三个 混凝土的质检检验要求 那么我们这个质检要求呢 在网年你们是出现过一次案例题多次选择的 因此我们认为很重要 一样的考察什么呀 到现在你一定知道考在什么 就考察质检的项目以及方法嘛 对吧 刚才我们讲过了一个对于扩大基础 那么一般积坑挖完之后要质检的内容 以及它的什么方法 那么这里同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要质检的内容是什么 只要有混凝土只要有水泥浆等等 都要检查什么强度啊 对吧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检查抗压强度 那么它有什么方法 前面讲过了呀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150的立方体 然后给它放到标凉室里面 然后再来测它的什么抗压强度 对吧 这个讲过了 好 第二个的话就是针对它装身的完整性 我们要做质检 那么完整性一般用什么方法检查呢 主要用的是无损碳伤检测的方法 或者是咱们可以用有损的方法 也就是直接在装上面钻孔 取芯 然后取到实验室里面 再来检测它的强度 再来检测它的完整性 再来检测它的均匀度 知道吧 那么针对于这个钻芯取样 只有当用无损碳伤检测 这个有疑问的时候 就是用无损碳伤检测和装的质量 有问题的时候 有疑问的时候 你不太确信这个答案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样 你用钻芯取样 你用钻芯取样 好了 这里面注意一下 主要检查第一是抗压强度 第二是完整性 完整性一般情况下 我们取代表性的装 做无损碳伤检测就行了 但是对于重要的工程 或者重要部位 咱们最好是竹装进行检测 竹装进行检测 如果有问题 咱们要用钻芯取样 去进行检测 好了 这一块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咱们的第四个 就是关于水下混凝土的 这个质量要求 那么这个地方呢 跟刚才讲的第三条 有区别吗 有没有区别 有啊 一般是要对 混凝土的质量做检测 二般 如果你是在水下灌入的混凝土 你不光要对 咱们混凝土的质量进行检测 完整性进行检测 还要进行什么检测呢 这里面多了几个 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正在用小音变的方法检测 装的什么 装的完整性 就是一般要把音变片贴到我们的装头上 用木锤给它怎么样 或者皮锤给它锤击 然后看它的完整性 那么这个图给大家看到 就是我们正在利用超声波的方式 那么进行这个检测 那么像这里面还有其他的 你像专心取样 是吧 这种专心取样的方法正在检测 这是取出来的新样 取出来新样 如果你看到 比如说 沉渣过后 或者是怎么样 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沉渣过后 对不对 或者是看到上面有端庄 等等 你都是可以看到的 是不是 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第四个 水下混凝土的质量要求 除了刚才的强度 完整性 要做检查之外 它多加了什么 多加了第一就是 它要检查装身混凝土有没有断层 有没有夹层 另外底部 它有没有这个小于等于咱们的设计标高 然后沉淀厚度有没有小于等于设计规定 当然这些内容其实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无损探生的方法来进行检测 所以这个呢 你可以不用背 因为对于我们的断层夹层 这东西本来也就是它的完整性的检查 好 再来看一下第三个 第三个他要检查什么 他说了 因为装头最后凿出了混凝土以后 剩余的钢筋是需要怎么样 嵌入到成台里面的 所以他还要检查一下 嵌入到成台内的装头 及其毛骨钢筋的程度是否符合要求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 他说来说去其实就是增加了第三条 其实对于普通的这个混凝装机来说 也要检查这个 所以赵采这个内容呢 有点多余了 有点多余了 好吧 我们只需要记住第一就是咱们的强度 第二的话就是完整性 用什么方法检测就可以了 好不好 其他内容呢 答也可以 不答也行啊 好 那么针对于一出现的问题和处理方法 我这里给你总结了 我就不再介绍了 为什么呢 因为针对于这个质量病害 我的概念就是你技术听懂了 这个内容一定看懂 而且在历年考题当中都是茫茫大海随意挑一个 比如在你们一张整张真题试卷里面 一般只会考察路基路面桥梁隧道 呃这里面的质量病害 那一般一份试卷里只会出一个质量病害 考一道问答题 所以你看路基路面桥梁呃这个隧道里都有 那内容太多 很明显得分性价比不是很高 所以我认为这份内容的就是 你有能力把它搞懂 背会的你就背会 因为毕竟这个就是随意抽一个啊 好了 那这个问题我给大家做的总结 你自己看一下好不好 好了这样的话 我们的关于钻孔罐状的内容就给大家讲解完了 那我们接下来再开始进入咱们的人工挖孔状的时工 那么首先第一个人去挖 一定要避免起大问题 第一的话就是会不会塌 所以他一定要做好货币 第二就是人要去挖 那么往下面去挖的时候 越往下面有害气体越多 就容易引起人容易窒息 对吧 因此要注意里面的呃空气质量 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你越往下面挖 那么人上下就非常不方便 那么到底怎么去让人上下 这个需要你注意啊 另外第四个的话就是 关于我们在挖的时候越往下 这个越容易出现什么呀 黑暗 所以如何给他设置一些照明设施啊 等等 所以呢我们说在进行挖孔作业的时候 主要是解决人的安全问题 好那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人工挖孔状有些地方是不能用的 啊有些地方是可以用的 比如说在有大量地下水的地方能不能用啊 不能用你在水里挖你怎么挖呀 对不对 又不能降水对不对 因此我们说有地下水呃的时候最好少用或不用 除非你的地下水非常非常少 你是可以用的 好第二个在严重地区和彩虹区 这些地方大家知道都有土洞 容易塌最好不要用啊 好这是关于他的范围 这个范围顶多考一道选择好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人容易中毒怎么办呢 因此人不能直接去下面挖 应该先干什么 应该先通风 通风之后 如果说你的孔内的空气污染物达标了 你再下去作业 所以这里说达标的要求是什么 如果你是三级的 并且没有通风措施 请注意你不能下去挖 这是标准 这个在18年的二建公路工程里面 考过一次案例 好第二个人下去挖 人要在里面怎么样 作业 所以说你的庄镜必须要大 大于多少呢 庄镜我们说或者是最小边的宽度 要大于等于一米二 大于等于一米二 如果你小于一米二 就不要用人工挖过程 人活动不开嘛 怎么挖 对不对 好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个内容 下个内容给出了 就是我们的装孔里面 是要配备咱们的仪器的 来检查它的空气质量 这个仪器叫什么名字 我们说了叫气体浓度检测仪器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仪器里面 我们可以检测出来有害气体 像硫化氢 液氧化碳等等 是吧 所以我们说这个仪器的名字叫做 气体浓度检测仪器 这个内容曾经在咱们18年的二建里面 考虑到问答 就你必须要配备什么仪器来检查它的空气质量 好那么另外就是你进孔的时候 大家注意人进孔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 第一要佩戴安全防护品 比如说头戴安全帽 腰系安全绳脚穿什么防滑鞋 然后第二个就是一定要通风 通风完了之后通风多少呢 至少15分钟 然后怎么样 再用气体浓度检测仪检测 如果达标那OK 你再去下进作业 这里注意一下 这里注意一下 好那这个问题 大家注意一下整个过程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咱们装机的施工要求 首先第一个人工挖孔装一定是属于V大工程 所以无论你程度如何 都要编制我们的专项施工技术方案 那么第二个就是针对于它的孔口 跟我们前面讲过的 装孔装装一样 要设置一个钢护铜 是吗 注意一下 它这里不设钢护铜 这里面跟钢护铜重用一样的 我们是需要设置一个混凝土 护圈 它的材料不再是钢材 主要是护圈 混凝土护圈 那么这个护圈同样 高出地面的高度应该是大约等于300的 应该是大约等于300的 对吧 好这个要求基本跟咱们的钢护铜 钢护铜是一致的 只不过材料不一样 那么这里面呢曾经在我们的二件里面考过一次试图题 比如他这样画 他这样画 他说这是我们的原地面 在这个位置 他做了一个什么 做了这样一个构建 下面是开挖的什么 开挖的我们的砖孔 是吧 他问你这个是什么呀 你知道这个A就是咱们这里的护圈 对吧 第二个问你这个高度是多少呀 H至少的大约等于多少 300 第三个问你这个内径直径地到底是多少呢 地大约等于多少 1米2 所以像这样的数字 你完全可以通过图来总结 跟我刚才给大家画的钢护铜里面的数字 做一个类比嘛 对不对 所以你在学习过程上 画图是记忆数字的一个很好方法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面看啊 好 那我们说对于相邻两桩 在挖孔的时候注意一下 能不能同时挖呀 不行 不管是哪里的孔 包括我们前面给大家讲的 就是陆基工程里面 是不是有我们的抗滑桩呀 对不对 就跟大家说了抗滑桩 钻孔工程庄 人工挖孔桩 以及我们讲的强夯 对吧 那么这里面都应该是间隔交错条挖 这是一个共性问题 你不要再问为什么了 好不好 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第四条 第四条给的是 咱们挖一截 每挖一截 那么我们必须要做护臂 什么叫护臂 注意啊 人工挖孔桩里的护臂 不再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泥浆护臂了 咱们用什么护臂 咱们这里用的是钢筋混凝土护臂 或者是素混凝土护臂 这样的话 我们啊 护臂之后 是不是才能够将周围的土压力水压力 让它来承担 不出现塌孔啊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我们一般用到的是混凝土护臂 那么这里就要求了 在2020年新增的内容是 他说 一般当你的装径 小于等于1.5米 请注意 你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是大于等于C25的 如果你装径 大于1.5米 那肯定你挖的孔怎么样 直径越大 越不安全 那这时候需要提高你的等级 要大于1.5米 C30 那这是今年新增的 好 那么另外一条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图 在这个图里面 大家看到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互币的一个细节图 对吧 这边是不是互币啊 对不对 啊 这是互币 那么这个互币 大家看到没有 它是 挖一节 做一节 互币 对不对 挖一节做一节 互币 挖一节做一节 互币 那么你注意一下 这个互币上面还流行 留了一些细节 什么细节呢 大家看到这里面有 这里面有 对吧 呃 这上面做了一个倾斜 像呃 我们内部的这么一个孔 这孔一样的泄水孔 你们有没有发现任何挡土设施 包括前面讲的护面墙 挡土墙 以及我们这里面给大家讲的这个 人工挖孔装的混土互币 呃 都是要设置泄水孔的 都是要设置泄水孔的啊 所以有一年咱们在二建公路工程 考这个人工挖孔装的时候 就给你出这个图 问你A是什么 你要知道 它是泄水孔 它是泄水孔啊 好 那么接下来 还有这个图 这个图是关于咱们上下节 互币之际的搭接形式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搭接形式 如果说是向我们的图体 这个方向发生突出 那我们叫做外指示 外指示 然后如果说 咱们向咱们的 坑内 也就是孔内 进行搭接 我们叫做内指示 那么在2018年的 呃 这个二建案例题当中 就出现了一个试图 呃 给你画了其中一个 问你它到底属于内指还是外指 教材上没有 但它会考 我们往年都给大家讲了这个图的 啊 好 那么接下来第六条 第六条是你们前两年做的一个变更 就是挖出去土 能不能放在咱们的四周呀 不能 要及时转运 防止出现坍塌 好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九 第八条 第八条请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怎样灌注火灵土 因为你们这个人工万魂装饰 是可以适用于有少量水的 所以呢 如果你是属于无水 那你就用干法 如果你是属于油水 那怎么办 我们最好用水下导管法灌注火灵土 对吧 这都是对我们前面内容的一个应用 是吧 比如说你这个图看到 哎 这个地方有地下水 那你怎么办 那你用导管法进行灌注呗 这个地方你怎么样 没有地下水 那就用什么 干法 干法进行灌注是不是就可以了 就是普通火灵土进行灌注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 好了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知识体系啊 又往后面讲 很多内容咱们都讲过 是吧 原理都很清晰 好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看一下 我们的挖孔装的安全要求 那么这个安全要求里面呢 注意一下几个细节 它在网面比较容易出现 按理题的判断 以及多选题 比如说咱们的第二 第三条 刚才在前面讲过了 就是罪业人员到底要佩戴 哪些安全防护品 头戴 这个安全帽 然后腰系 安全带 脚穿 防滑鞋 然后我们这个人员上下时 必须记什么 必须记安全绳 安全绳记在哪里 一定是记在咱们的孔口位置的 对不对 好 那么第二个就是 关于罪业人员如何上下 如何上下 那这时候我们主要用到是 带护笼的直踢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起到一个快速 这个上下作用 对吧 比如说你挖身比较深的时候 那你肯定用它是比较方便的 另外呢 我们带护笼主要是确保人的安全 另外上下人员是不得携带工具和材料的 防止高空坠物 这个内容是2021年新增加的 就是人 作业人员如何上下 我们用到的是带护笼的直踢 好 那么另外就是 我们里面设置照明措施 应该怎么设置 第一 一定是要防水的 一定是要防水的 那么这个电压 在很早的时候都已经改过了 电压不再是12到24伏 而是多少 给出的是安全电压 安全电压 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五条 第五条是超高频烤点 何时咱们需要进行机械强制通风 这里面就是一个深度H大于多少 10米 那么孔生最好不要超过15米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超过15米的话 那么越来越危险 油害气体越来越多 越容易塌 对吧 另外的话还需要设置我们的通信器材 那么作业人员在孔内连续作业的时间 在我们的前年教材边跟幕主说了 不得超过多少 两个小时 这里主要是考虑到人的安全问题 对吧 好 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这里面一般是 如果你的户币是钢筋混土户币 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在钢筋混土户币上面给他设置一些什么 爬梯 那么这些爬梯上面应该给他设置我们的休息平台 一般是每隔8米就给他设置一处 设一处 那么一般当你的孔生超过多少的时候应该配我们的作业人员的升降设备 30米30米应该配升降设备了 这个都是最近两年新增的啊 这块只有靠贝了 你像这里的数字 你你有没有发现有这个深度 包括10米 还有15米 还有8米 还有30米 对吧 像这个数字你要知道到底是什么概念 是吧 比如说10米超过10米 我们就要机械通风 对吧 比如15米 我们说一般就是要搞什么通信起来 而且最好深度不要超过15米 对吧 像这个8米就是要设休息平台 是吧 然后30米就是要设什么 升降设备 是不是 像这些问题呢 我记得大家还是要捋一捋 好不好 捋一捋 好了 这个图可以仅供你参考 好吧 这样的话 我们的人工暗孔装就给大家介绍这里了 你们最后呢 还有个小问题就是 如果里面有一些孤食 岩食 咱们需要爆破 那怎么办 咱们从路基部分就给大家讲过 爆破是属于危大工程 所以它必须要编制 砖上爆破方案 对吧 那第二个就是在这里面提到 一般我们在爆破的时候 到底用前眼的爆破 还是用深恐爆破 肯定是前眼的呀 因为前眼大家振动是比较小的 对吧 所以用到是前眼松动爆破的方法 那么另外 就是当你的孔身 如果大于5米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最好用什么方法引爆 这是今年变更的 一般我们用的是导火索 或者是电雷管进行引爆 网金教材上只给了电雷管 没有给出导 导报索 所以这个呢 容易出现一道多选 那么另外就是爆破完了 能不能直接进去作业 不行 也要通风都要15分钟 你反正下去作业 都要通风15分钟 这是一个共性特点 那么像这些安全措施 在我们的历年考题当中 还是容易出现一些案例的判断的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人工挖孔装 钻孔文装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我们的装机就全部介绍完了 那么在这块 同学们在进行总结的时候呢 我建议还是以公益流程 来给大家进行总结 你比如说 我以钻孔文装作为例子 来给大家做下总结 那么钻孔文装 首先第一个 我们是需要准备咱们的平台的 那么这个平台怎么准备 那这里面你就可以做出扩充 咱们有三种平台嘛 对不对 第一种是汉地 第二种是潜水 第三种是咱们的深水平台 对不对 那么这里面咱往后面扩充 汉地的话 咱们一般用到的是什么 一般直接进行碾压 平整 然后坚实就可以了 对于浅 浅层水的 那一般咱们主要用到是 助 我们用这个助导法来完成 对吧 然后对于深水的 一般我们要做水上的钢平台 以及服饰平台 对吧 那么一般不管你是哪种平台 咱们说了 咱们必须要求我们的这个标高 要至少大于等于最高水位 呃 1.0米 当然这里面也要包括浪高 那第二步咱们就开始进行什么 开始进行进行打入钢护铜 对吧 那么对于钢护铜的施工 这里面你掌握两个烤点 一个的话就是关于钢护铜的直径 呃 钢护铜的这个材料 以及钢护铜的呃高度 对吧 这些都是偏于它的尺寸和材料的 那么当时我给大家画的一个图 你把这个图再回顾一下 写在旁边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它的作用 作用就是你把关键词拎出来 在这背一下 是吧 好 那么第三个钢护铜做好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行什么 钻孔 那么钻孔这里面要选择我们的钻机设备 那么钻机设备怎么选择 我们这里面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大类就是正反循环钻 正反循环钻 我们建议是大家把这里的图给它画出来 你要知道泥浆从哪里入 从哪里出 钻章从哪里入 从哪里出 对吧 好 这是第一个石图 第二是你要把它的特点搞清楚 啊 第三个就是你要把它的缺点搞清楚 什么缺点 缺点就是对于咱们的卵石 类石 这颗粒粒茎 比较大的是不适用的 是吧 好 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于我们的冲击钻口 冲击钻孔 这里面就是三条 第一 使用范围太重要了 只要遇到咱们硬的黏土 还有咱们的岩石 以及我们这些菇石 是吧 卵石 历石 那你用谁 那你用这个冲击钻 绝对没有问题 对吧 但它这里的确定就是容易 它 对吧 容易有震动 所以怎么办 我们说要补给宜浆 对吧 然后要怎么样 要这个一开始要慢点去冲击 是吧 要慢 不要快 然后最后就是要给它进行检查 检查垂直度 是吧 好 那么像这些问题再进行这个延伸 好 第三个的话就是关于我们的悬挖钻 悬挖钻呢 其实我觉得它都不太重要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要掌握一下它的适用条件 几口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是关于我们的第三部钻孔 那么钻孔里面有一个不可或缺的 就是关于泥浆 那么这里面我们希望大家把泥浆的作用 给它补充上去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是编柱你将编柱孔 它可以认为是同时进行的 所以你把泥浆作用搞一下 那第四个装孔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 成功检查和清孔 那么这里的清孔 你掌握两个就可以了 就是关于清孔的两大要求 两大标准 就尤其是沉扎的这个厚度啊 那么你要把它背一下 到底端成桩 还有咱们的这个摩擦形桩 有什么区别 对吧 有什么区别 你像摩擦形桩的话 那么这里就要看谁呀 直径 直径不同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求的厚度就不一样 你可以往后面写一下 另外对于我们的端成桩 或者是叫支撑桩 那么这里面我们一般是小于等于多少 小于等于50毫米的 你这里可以往后面写一下 那么对于泥浆指标 四个泥浆指标 你可以做一下说明 尤其注意一下咱们的冲击桩是比较特殊的 对不对 是比较特殊的 一般它这个密度 相对密度小于等于多少 1.5就可以了 是吧 所以这块比较特殊的你要知道 好 那么青孔完成之后 接下来第五步 我们就开始怎么样 我们就开始这个 放入钢筋笼 对吧 放入钢筋笼 然后再来怎么样 再来胶住混土 那么放入钢筋笼 这个钢筋笼有什么要求 主要是钢筋笼到底怎么去固定它 我们说固定的方法 你要掌握就两种 对吧 就两种 然后第六个就是关于灌筋笼土了 这个灌筋笼土有什么要求 就是水下灌筋笼土 那么第一个像导管的要求啊 对 你要回顾一下导管的直径呀 是吧 导管的使用 使用之前要做什么实验呀 是吧 然后再是灌混土 首批混土应该怎么灌呀 这个混凝土应该用什么水泥呀 后批混土应该怎么办呀 对吧 好了 主要是这些内容 你如果把它串联一下 用一张A3纸 A4纸 写一下 我想这个问题对你来说也不那么难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 就是我们最终一定要上一总结 好了 关于这个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方法很简单 就是利用公益流程去总结 去给它把关键词梳理出来 好了 那今天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我已经记得了我 by bwd6 我们下午后看它再领行 我们下午后看它 但是要继续 下午前面 门 我们下午前的